去新疆阿勒泰 我们有羊蛋可以吃啊 我太喜欢吃羊蛋了 羊蛋是羊的 哇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试驾车 这首节目我谁出谁看 死头剪刀 臭男人 这次我们的行程是从阿勒泰出发 跨过山伦到达卡纳斯 准备领略卡纳斯的壮美 每个人都能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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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闻一下这个窗外的空气 马分 终于找到了一个景色盒 牛尾的地方 有时间跟大家好好地聊一下 我们的外观内饰来看一下 超男人 车头像是GR86和IOS结婚生的儿子 侧面大溜背 专心年轻人 屁股嘛 稍微有点用力过猛 但整体来说还是挺协调的 哎 进到车内呢 看这个内饰 我个人觉得跟它的外观还是挺匹配 就非常简单 是我喜欢的那种 就是这个方向盘 其他中间如果坐得更精致一点的话 整个车的格调会显得更加高 你好山兰 把屏幕朝向副驾 都跟副驾一直抢 对 转过来转过来 一直这样 你发现没有 它无框车门还做的静音性那么好 隔壁旁边有人在骂街 你都听不见对吧 我比如说我现在说你好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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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美你好美你好美 超蓝 座椅是够厚的是够软的 然后这个座椅它还凸出来一块 适合那种腿长的人做 像我腿短的一到头到头挺好挺好 最近有一个中央扶手背架挺好 你小心了我 不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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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行我也不 我也来不及了 来不及了 我谢你 准备我吃个水怪了吗 看着 哇 哇 这太阳出来岂不是更美 确实很美 哇塞 给你50块钱下去游一下 我给你50块钱你大喊一声 哇 我喊了你破这 哇 我发现有个人找的特别像尼柏林 可能是尼柏林派来的分身 哈哈 可以 呃 来啦开始了 玩一玩得很开心了 是时候来聊一下我们的试驾车来 SL03 然后这次试驾有两个版本 一个是纯电一个是增存 然后轻能源还没有上市再说 我是开的纯电的版本 那我也是比较喜欢纯电的版本 为什么呢 毕竟我那个百分比加速5.9秒 但是我开纯电版本的时候 它的刹车我有一点不适应 就是它的回弹力度太 太短了你知道吗 就刚上手的时候 就抬下去 你一松脚 它就立马弹回来 你那个真诚是没有这个问题 真诚的时候我开是没有什么问题 就感觉是很正常的一台 这是有点燃油车的感觉 它的油门踩下去不会特别突兀 然后刹车踩下去也是比较线性的那种 所以我会比较喜欢真诚 开起来的时候悬挂的感觉如何 你是86还是BRZ来车 我再说一次我是BRZ车主 打死你 这次因为都是山路 我顶多最多就是80过个假弯 60过个几弯这样 我觉得它的悬挂支撑性是有的 而且非常有韧性 抛跳也不会多余 它开过来我们开的都是国道 还挺舒服的 我觉得家用是没有什么问题 但如果你可能要载老人的话 后排的空间就稍微有一些局促 因为它的损伤比是比较小的 就2.6圈可以打满 所以在昨天跟今天开的时候 我就发现其实我动一点点方向盘 它车身的动态还是挺清晰的 毕竟来的新疆嘛 日晒很充足的地方 ARHUD 在上面有速度啊 有导航啊 还会有这个前方有车 它会点一个小提示 我觉得挺好用的 这是一台后驱的电车 如果买了这辆车有点小爱好的话 也不妨去试一下轮胎比较贵而已 那接下来呢就说一下续航问题 我觉得大家最关心的就是这个了 全店的版本有515公里 700公里的续航 那增程是1200公里 那今天又开了一天之后 就有一些跟昨天不一样的感受了 就是我还是需要空调的实体按键 它即将在屏幕上 我没有办法忙操作 都是你在弄的 那第二个观点呢 就是它那1.9平米的大天幕 我昨天不是说它这个不太能透的 到外面的金色嘛 但是新疆日照真的很恐怖 我站出去一下我觉得皮很辣 然后我坐在车里 其实没有任何被晒的感觉 我就说嘛 晒变的女人 我昨天就说了 幸好它没有很透 你他妈有病吧